這個部分說實話啦 還在這個發展當中 因為這個米酵菌酸 說實在我從事新聞工作 這麼長時間從來沒碰過 確實台灣第一次發生 今天所有包括我的同事 周邊的朋友 我相信現場來賓也是嗎 對不對 沒聽過 聽過嗎 沒聽過米酵菌酸 見多釋廣 從來沒有對不對 極度罕見喔 所以我們全台灣之前 還找不出一個樣品 後來還好 張基這個拿出來了 到此刻為止呢 中毒已經累計到23例 很多人是不舒服 到了醫院之後喔 後來才回想起 啊 我好像是吃了這家 啊 好像就是 爆上燈的這家 對不對喔 那它跟一般的食物中毒 真的很不一樣 一般食物中毒 了不起就當天 然後拉下肚子 去掉個點滴就好啦 這個喔 會到加護病房 用了葉克膜 還有兩個人不幸死亡 這真的是 這個史上罕見啊 目前兩名死者都驗出了 確定是那個專家懷疑的米酵菌酸 所以他的死亡率極高 那2020年廣東也是11人食用 1人死亡 在東非的這個莫三比克 更可怕 2015年出現了類似的事件喔 剛開始以為是啤酒中毒 結果75人死亡欸 75人死亡喔 然後因為太罕見了 10個月之後才真相大白 原來是這個米酵菌酸 那流行病學家何美香也告訴大家喔 它是適應植物的一種菌 如果給它機會的話 它可能會進入台灣的植物生態鏈 然後呢在台灣土壤生長 聽到這裡大家是不是越來越擔心喔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討論 比方說哎呀怎麼辦 台灣很多那種賣粿啊條的啦 賣這個什麼草粿 那不是都這樣嗎 放在那個砧板上 然後你點的時候 它就抓一把去下 那這種濕的澱粉 放太久在室溫上 可能都有問題 可是有人說我吃了一輩子也沒問題 這個岳老師你怎麼看 你會害怕嗎 我當然會害怕啦 因為我這幾天的話 跟我太太兩個人促膝常談 兩個人 因為我昨天的時候 他會講說是 因為我們平常吃東西 我們這個年齡人 吃東西比較節省一點 但是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在外面吃不來 帶回家來或是說什麼 是啊 就是說感覺上 聽得像好 後來我們已經下定了一個原則 就是以後舊的東西就是 盡可能自己買新鮮的吃 要做自己吃 然後到餐廳當中 要這個桂牙條的話呢 平常都是很受歡迎的嘛 就是吃起來的話感覺很方便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幾件事情 我都看新聞的 我跟妳一樣完全沒有聽過 這個叫什麼 我現在都念不出來的 對 這個就這樣 我要講第一個的話呢 我覺得呢這裡頭呢 他現在出現的人 包含那個胡姓的廚師啊 那麼要先想辦法排除有人下毒 這個理由一定要找出來 因為而且這件事情實在是太奇怪了 居然有一天叫3月20號 根本就沒有 對 3月20號那天 完全沒有人中毒 吃的都沒事啊 為什麼前面後面會有事呢 因為我覺得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是覺得說 以往我們遇到這種 大家都懷疑的事情 那個政府要馬上調查 要馬上介入調查 給大家一個答案 否則人性還往 我跟你講如果再拖三天 大家普遍沒有人管邱國正的 都在管這個 你自己吃的東西安不安全的問題 因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原因啊 這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死亡率高嘛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這就太普遍了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聽到保齡茶室 跟那個食物中毒連目在一起 因為這個名聲聽起來 感覺上就好像 就好像連目在一起的感覺 覺得這個名聲取得還不錯 然後第三點 我覺得整體來講的話呢 說句良心話 我們台灣社會現在夠亂了 這件事情本身來講 真的是亂上加亂 其實並不一定有邏輯上的關係 可是大家人心惶惶的感覺 都覺得說 我們女士來這邊 昨天在討論 錢出不去了 又是戰爭稅了 今天又是吃死了 有一個死的人 剛好是我在某一個台裡面的 那個主持人 他的一個EMBA的同學 還蠻有名的 39歲那一位 對啊 他就是食肖奇才 不管是不是高材生 反正有人認得他人死掉 這個感覺上 他離自己很近 這個心理構成壓力非常 他發病之後很快就過世了 很快 對 根本來救都來不及嘛 那個你剛剛講到五個人當中 裡面就有三個人還兩個人 就是搞的葉克蒙來了嘛 那就非常緊急啊 葉克蒙能夠救回人 一半都不錯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搞的真的是有點人心惶惶啊 對我們稍後來看啊 當然這個事發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王必勝 召開了一些記者會啊 當然大家看到 今天下午我們的曝瓜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去看一下曝瓜 他的整個開始帶風向 有種那種有沒有 我用這個東西來K你講萬安 那但是當然啦 第一個我不太想討論王必勝 對不對 因為他說實話也沒什麼流量 大家也不太喜歡他 所以另外這個事情發生到此刻為止 你的這個身份 然後馬上往政治的方向帶 我相信也是台灣民眾 很難原諒的 所以今天我們今天做這一題呢 我覺得第一個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第二個 我們可能要重新顛覆一下自己 關於衛生啊 關於醫學的一些嘗試 大家都覺得 比方說我煮好的飯啊 那個麵條 像還有我一個朋友講 他說哎呀 那個米啊 這個澱粉 放涼來吃比較可以減肥 比較不會胖 對不對 所以放煮好以後就放在電鍋裡面 放一個晚上兩個晚上 三餐吃一點 現在想起來好可怕 我沒有出事真是萬幸 很多人都這樣覺得 對 所以我們稍微翻轉一下 自己的醫學常識 這個真的是對於台灣來講 重傷台灣 非常慘重的一頁 台灣第一次發生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D B A BA G